SCP-514 一群鴿子 A flock of Doves 项目等级 Eucaly 偷收容措施 当前没有SCP-514的永久收容站点 剑附入2 SCP-514当前由机动特检队 Lamda 4 官鸟者追踪 并被命令对SCP-514进行观测 在SCP-514飞行到人口稠密地区 或引人注意的地方的事件中 机动特检队Lamda 4 被授权使用 以改变SCP-514的迁径模式 只限于机动特检队Lamda 4 可以接触SCP-514和 四级人员也可以接触 不过必须经过欧武级批准 任何对SCP-514的实验 核武器测试只能在 先进武器研究设施进行 若发生SCP-514有暴露于公众的风险 或被敌对组织捕捉的事件 机动特检队Lamda 4 被授权使用任何手段消灭威胁 高度限移在威胁目标 到达SCP-514的影响区之前消灭它们 尽管这不是绝对必要的 描述 SCP-514是一群家鸽 视觉分析证实 这些鸽子实际上是在释放白鸽仪式中 使用的那种鸽子 尽管如此 它们在哪种典礼上被使用 或是谁在饲养这些鸽子 目前未知 SCP-514的异常处 是环绕其本身的武器 与攻击无效化影响区 这个环绕鸽群的影响区 半径约为500公尺 似乎范围的大小 取决于鸽群的规模 这个影响区会使任何一致的武器无效化 并在武器长时间曝露其中后 经常会导致损坏 例如 枪器会马上卡弹或压火 炸药会呈现惰性状态 而近战武器会腐朽并化为尘土 同时 SCP-514的影响区 似乎会选择性的摧毁物品 详情参与实验记录 SCP-514A 除了其武器无效化能力外 SCP-514的影响区 会抑制处于其范围内的 有感知的生物的暴力情绪和意图 保温铺路在影响区的工作人员和平民 都表示他们感觉非常平静和满足 即使当他们不久之前 还感觉到压抑和愤怒 更多详情参与实验记录514B 当前 SCP-514在SCP-514的影响区下 不会有有害和持续的影响 普通影响区下的人 在接受严格的身体和心理检查后 没有发现出任何不寻常之处 SCP-514在非洲多处的武器库存 报告被摧毁后首次发现 最初的报告认为是武器的持有者保存不良导致 但是观测到一群在非洲不常见的加哥的额外报告 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 一个调查小队被派出 以追踪SCP-514 并接触到了一群马纳慈善基金会 MCF的成员 也在追踪SCP-514 MCF成员承认他们释放SCP-514 以试图终结非洲的所有纷争 即使他们没有可靠的方法控制他们的移动 不幸的是 马纳慈善基金会不知道SCP-514的暴力抑制效果是暂时性的 只有当受影响的对象在影响驱使存在 一旦SCP-514离开 他们会重新开始以各种原始武器或手边物品作为武器战斗 此外 SCP-514随机的移动 导致只有特定区域的武器失效 使他们无法防御未受影响的邻居侵略 机动特检队浪大四花了三周带来 以控制SCP-514的移动 MCF成员接着挑战了基金会的小队 以取得与SCP-514的所有权 因为两方都仍在SCP-514的影响下 冲突在一轮的剪刀石头布下被解决 基金会获得了胜利 MCF成员接着在被进一步询问前逃离该区域 SCP-514一开始是如何被MCF掌握的研究位置 实验记录514A 通过持续使用 使得SCP-514滞留在位于 的基金会武器试验场 以进行多个测试 枪械 使用物品 格洛克9M手枪 科尔特.45手枪 MP5冲锋枪 汤普森冲锋枪 M16突击步枪 AK-47突击步枪 SAW M24狙击步枪 所有武器都确认能正常运作 结果 所有武器在测试时都无法发射 之后的检验显示 所有武器都发生了数个机械故障 导致其无效化 铺路于影响去向的子弹 在专门没有受到影响去影响的武器后 也无法发射 其化学推进药被发现呈现完全惰性化 炸药 使用物品 一个标准手榴弹 28.35克1盎司炸药 28.35克1盎司C-4高爆药 28.35克1盎司铝热剂 一发81mm破机炮高爆弹 一发120mm坦克炮弹 结果 所有炸药在铺路影响去后 马上程度进化 另外 所有起爆器和用于起爆的零件 都发生了数个机械故障和电磁故障 近身武器 一把战斗刀 一把牛排刀 一根棒球球棍 一把武士刀 一把战斧 一只长矛 结果 所有武器 除了牛排刀和棒球球棒外 都因为突然过度腐朽而无效化 尽管如此 若将牛排刀和棒球球棒 用于危险的意图 这两个物品也加速腐朽而无效化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公升沙灵毒器 一颗武器化碳区杆菌 一个战术核弹头 结果 所有武器完全惰性化 所有样本 包括核物质 都完全降解 其仪器再也没有检测到辐射 而战术核弹头的电子引爆器 也无效化了 结论 SCP-514的影响区 似乎可以导致所有传统武器无效化 同时每个武器遭受的损坏程度 取决于其暴露在影响区下的时间 在一小时内 所有武器都化为尘土 影响区似乎有选择性 能辨别作为武器设计的物品 与那些有潜在危险性 但不是作为武器来设计的物品 尽管如此 SCP-514同时似乎可以辨别 这个物品是否用于暴力意图 若用于暴力意图 则该物品会直接受到影响区的影响 目前为之 SCP-514选择性针对武器 以及辨别敌意的能力 是影响区本来就有的特性 还是SCP-514以某种形式的群体智慧 直接控制 博士 实验记录514B 将活体测试项目在一段长时间内 布入在SCP-514的影响区 测试者被分成两组 从普通人中随意抽取自愿者组成的对照组 和有使用暴力历史的低检员作为测试图 测试显示测试图的暴力倾向完全被抑制了 且其行为模式与对照组相同 对测试图的暴力倾向的抑制 甚至发生在测试者离开影响区后 尽管其持续时间取决于浮渡影响区的时间 队友智慧SCP的活体测试被提出 等待恶务同意 博士 傅鲁伊 数名基金会军事科的高级成员 以及数个相关政府部门 都对武器化SCP-514表示了兴趣 其巨大的战略和战术价值 表现在可以在几段时间内 瓦解整支敌军的武器装备 并有数个请求 关于将SCP-514的影响区 使用于数个Keter及SCP的测试 尽管如此接触SCP-514 以及目前人是受限的 欧武指挥部目前正在商讨此议题 傅鲁2 苏鲁试图抓捕SCP-514和研究的尝试都失败了 派去抓捕SCP-514的每个特工 博士和研究员都坚决拒绝完成任务 这非常可能是SCP-514影响区造成的反应 使用无人机或圆巨仪器 捕捉鸟群的尝试 导致所有相关仪器的损毁 有证据表明 SCP-514将所有抓捕的尝试 解释为一种敌意行为 作为回应触发影响区的无效化能力 再次说明 目前未知此为影响区本来就有的特性 还是SCP-514以群体智慧直接控制 SCP-514仍旧有机动特前队浪打4保持坚实 并授权使用 附路3 在 20 机动特前队浪打4的所有成员 都被要求精通各种非暴力 但是有竞争性的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体育 棋类游戏 纸牌游戏 电动游戏 冷知识问答 名语和剪刀石头骨 你是认真的 我们一给SCP的命运取决于剪刀石头骨的结果 欧武之 我向你保证先生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们绝对是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队长 机动特前队浪打4 官鸟者 被逐 队长 你就不能选择一个更严肃一点的游戏作为你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 看到两个穿着全黑战术装具的成人在那里认真地打小孩子的卡片游戏 真的是 令人不快 欧武之十一 以上 就是SCP-514 简单来说 SCP-514是一群鸽子 能让范围内的所有武器失去作用 并让所有人失去暴力的想法 使人感到平静 机动特前队浪打4 官鸟者擅长辨别、追踪和说用飞行的异常生物 特别是异常鸟类生物 SCP-514也是他们负责的SCP之一 因为SCP-514的性质 所以他们需要精通各种非暴力的活动 包括运动和各种游戏 最后来介绍一下 马那慈善基金会 马那慈善基金会是基金会宇宙的一个相关组织 他们是一个支离于提供人道协助的非应力组织 由拥有异常相关知识的人来指挥 他们拥有这些异常来帮助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 他们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疾病、饥饿、贫穷与无中冲突的世界 并且会利用他们能获得的一切资源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只有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我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一个CPU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